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先前台湾国安系统预警 共军将在台湾双十国庆之后借口发动军演 今天共军东部战区宣布组织多兵种 在台湾周围发动军演 并没有公布军演结束的时间 总统蔡英文今早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指示相关单位应处 台湾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今天都强调 国军有能力保卫国家会议 经常战备时期派兵力应对 要求中共不要军事挑衅 破坏区域稳定现状 台湾空军基地一早战机紧急升空 应对共机威胁 共军东部战区十四号发动联合力舰 二零二四B军演 划设演习区域包围台湾 声称演练海空战备警循 封控港口等科目 派出机舰抵近台湾本岛 对外理由是要所谓振折台独行进 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 是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并且尊重台湾人民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要再军事挑衅 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现况 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台湾政府谴责中共破坏区域稳定 总统府上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针对中共威胁相关因应 指示相关单位应处 包括注意民生议题维护社会安定 我们的国军针对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 一定会有适当的这个处置 那至于说会不会造成后续的这些 经济社会相关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的行政部门也会做好必须的这些因应 国军高层干部清晨召开应变会议 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 与海巡等单位绵密协调合作 通令三军依规定应处 严密掌握中共火箭军动态 离岛防区提高警觉 目前台海不安的根源 都是来自于中共的军武霸前 以及对台湾的极限施压 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 中华民国客观支持的存在 对于陆梅川共军演习是回应赖清德 双十国庆演说 邱水正表示 总统的演说受到国际高度认可 希望对岸应该认真解读 新唐人亚特电视 黄亮剑森一豪刘滋营 台湾台北报道